我們電話旁邊很高興找到英國的鄰居 大鄰居 其實是大英格鄰居 住在喉城的Pinky Pinky 早安 你好 早安 大家好 早安 Pinky 早安 你好 你那邊冷不冷? 你的氣溫冷不冷? 我在這裡只有4-5度 是嗎? 我們其實就 可能高2-3度 低初來低2-3度 我先看看 因為經常在室內 都未出門口感受到多冷 根本感覺不到 原來在室內很溫暖 因為有暖氣 我剛剛檢查 原來是7度 也不錯 跟倫敦和曼城一樣 都是這樣的溫度 南邊比較冷 今天只有4-5度 南邊比較冷 事不宜遲 今天不好意思 這麽早就抄醒Pinky 又未送上學 Pinky 自己有個Facebook page 也有很多人看 因為他在地點那邊 我都有看 很多地點在那邊 他就說後城 我們要看看地圖才知道在哪裏 這也是另一類選擇 Pinky 真是厲害 又帶著老 又帶著戀 就過來英國 先問問Pinky 為什麽 不要說你選擇地點 你帶著一家大小 是不是早有計劃過來英國 還是怎樣 有什麽考量過來英國生活 其實也是 我們大概是2020年初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這個想法 會上過來了 可能很多人在7月才決定 或者知道消息 但我們當時都覺得可以向著英國進發 是的 我們當時開始慢慢計劃 但比預期中的時間早來 給其他人早點安排 你當時2000年初就開始來 我是安排 當時開始安排 接著我是10月到的 我到的時候 10月到的 剛才說半年前的時間 在2020年第一個聖誕節就在這裡過了 是的 我有興趣 小朋友過來讀書等等 當然要安排 其實老人家過來 因為很多老人家都不肯過來 我叫我媽媽 我媽媽都是BNO的 她過來 她整班十歲的人當然不想過 大佬下去喝茶 為什麼有些老人家 願意跟著年輕人一起過來 還是她都有共同的看法呢 她來退休生活會好些呢 其實看法是很不同的 我最初都是跟我爸爸說 我要移民 我說不如你第一年跟我來 你當去旅行吧 我第一年我不工作了 跟你到處玩 你到時候覺得喜歡這個地方 你就留下 你不喜歡的 你不就回香港住 繼續 我是這樣跟她說的 是的 當然現在 現在 在這段時間 因為大家經常說英國的冬天 都會容易令人 憂鬱一點 傷感一點 那段時間她差一點 因為又在禁止 到處去不到 認識不到人 但剛剛來的時間 我們那時候也是十月 還可以在教會認識到人 去喝茶開心都不得了 我們是客家人 她就認識了很多 其實我是香港大 我就不認識客家話 但她就馬上認識了很多朋友 說了客家話 很開心 當時來了不久 她已經幾個星期說 我要留下了 我不回去了 是的 我想不到她這樣 所以她說給你困住我過來 來到剛剛冬天又禁止 原來認識了很多朋友 是的 後來禁止的時間 真的辛苦 她有很多情緒變化 其實又想回香港 又掛念很多事情 然後又想 覺得因為 其實我是獨女 她又覺得 我最接近的家人 就是在英國 每個外孫女也在 她有很多掙扎 到最近 我們開始回春天 大家都知道環境很漂亮 教會又開了 她又見多些人 開始陸陸續續有些香港 我們認識的朋友 或者朋友的朋友來 她認識多了人 她又跟我說 女兒我還是不離開了 我也是在 英國對老人家也好 福利等等 覺得長遠她知道會有 現在她覺得也不差 所以她就跟我說 我也是在 最近就是這樣跟我說 如果遲些去到夏天 她會越來越開心 希望 希望 也想大多地方玩 比如說 我家人 那些老人家 第一個關心 就是那些 醫療 醫療的問題 醫療問題 就是她最關注的 她經常說 你都不知道 會否說 表達 就是老人家 始終都要周身骨痛 變成了 這裏醫療風味是好的 但是 那個醫療體系 她習不習慣呢 這個情況 我們其實就 沒有很享受她用到 不過 有一件事 我要讚一下 原來 NHS是免費 給 好像我爸爸那些 英文不好的人 溝通不到 基本上 她會有 翻譯免費提供給她 所以這件事 其實很安心 可能她會打電話 她們在她們的名單上 有一堆人 她立刻打電話給我 要廣東話翻譯 就立刻叫她 立刻做翻譯 挺好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 原來我聽到 一些翻譯 跟我說 是以往 有家人做翻譯 但可能隱瞞了一些病情 他們應該覺得 病人是有知情權的 所以 他們就免費去提供這件事 去給一些 即是說英語不好的人 因為其實英國 你也知道很多 其他國籍的人 其實都 是 這個非常之好 這個 知道這件事 對很多老人家 都當堂 放心很多 是啊 還有我們附近 都有GP 是說廣東話的 其實都 我覺得可以來的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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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回覆 直接一點 都是一個方法 是啊 咦 跟倫敦差不多 情況 跟倫敦有點相對 哈哈 我們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多 是啊 那 由老人家說到 你這麼厲害 你去到後 是否翻譯 都是一樣 是嗎 是呀 後城 全身 那 後城的地方 這麼好 還有這個 懂得講中文的醫生 那麼 那麼 當初 為什麼你會選這個地方 你選了八明漢 萬城 利物浦 絕對 不稀奇 也都可能 必會安排這個電話訪問 但是你選了後城 這個真的令我很吸引 這個 都很陌生 要查地圖才找到的地方 你會怎樣選擇這個地方 嗯 首先 就是 有一位 熟悉的 教會的大兄姊妹 在那裡 有一對合夥 他們在這裡 差不多10年 那 就是 他們 我其實回乎 我七年前來探望他們 我這地方 有一個印象不錯 你記得 物價相對 我是偏低的 那我就想 第一年正如我父親所說 我打算不做事 我都覺得封鎖也找不到工作 拿著來的積蓄 希望可以慢慢撕錢花 就想在第一站在這裡下腳 之後再慢慢了解一下 周圍其他地方 最後應該是在哪裡結束 因為其實英國我自己有很多朋友 原來我計算了幾十個朋友 分散了不同地方 其實原本是在這裡才下腳 我已經正確定了 成峰站 阿斌站是不同的地方 我想慢慢了解哪些地方 英國很多地方應該都很好住 才去決定最終下腳點在哪裡 但最初我在10月的時候 是想用視察商品進入 但過關的時候 關完他不給 因為他知道了我幾個月後 因為他一直問我 他就說了其實我在等我husband 幾個月後 我會飛出去再一起入境 我們正式進來申請BNO visa 那他就說不行 你這些個案是要申請LTR的 他說Madam你知不知道你們這些這樣呢 現在pandemic你到處飛很危險 然後就吸了LTR給我 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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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你四圍飛 要回去再回來 我不會想去歐洲的其他地方再回來 本來是打算這樣 但正正因為這樣 變成跟我原本想的計劃就亂了 我不會想帶著我爸爸和我女兒 到處可以去不同地方 在英國裏面 那不行 那我就進來 我覺得他丟了印給我 其實我有責任要為我女兒 運一間學校讀書 如果不是回到我犯法 你女兒多大 你女兒多大 我女兒就快九歲了 現在讀E4 好開心 小學 這個呢 無論是否LTR進來 當然你說玩一年 那都是不切實際 唯有讀書 那我也要問你一個問題 當初你過來的時候 你都想著 都要安排小朋友讀書的 那在侯城這個地方 都家長過了 老人家就有老人家就生活了 通常家長就要想那個地方 學校啊讀書啊各樣的東西 你就算短暫都好 你都不可能不停轉學校的 那所以你當初怎樣考量 你帶著一個九歲的小朋友 你就會想著 就算你七年前來過而已 事前一定有一些考量 就落腳在侯城 接著幫你找學校的 有時候你沒有想著 就想著不用讀書的 我打算是Homeschool的 即我自己可以教到的 我覺得 是的 我那時候最初還想 我自己幫他調節一下 英國和香港的課程 還有我都已經有一些網上的教材 已經在這裏 其實本來想著自己 下手教的 那就方便我們要 去到不同地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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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原本這樣想 但來到 嘩 怎麼知道 到處都不准去 連隔壁鎮都不准去 是的 要慢慢看會 後城變了 無端端 是的 好的 那你被迫就要在後城下腳 那你一下腳的時候 當然要處理這個女女 那在學校方面 你覺得在後城的教育設施 學校多不多選擇 插班等各樣東西 方不方便 可不可以和聽眾分享一下這方面 我其實都和很多朋友說 如果不一定堅持要找一間 Outstanding School 那其實是 Good School是很多的 還有我去公園和媽媽聊天 他們是很推薦自己的學校 他們女孩子也是很驚慌 自己的學校 很開心 當我知道 我女兒還沒找到學校的時候 他們就不斷來 不如來我兒子那間 來我女兒那間 我覺得很有趣 當然 Outstanding School都有 大家都可以照他試 相對可能 他已經收生90%多 或者有一些 其實我知道 可能Outstanding School的學校 可能都一樣照百多% 我家裡附近有一間 但是 我這裡的英國人 不像香港人這樣看 我要選一間Outstanding School才進入 可能Outstanding School他們已經覺得很好 其實我知道小學 Good School很多 Outstanding School很多 Good School很多 我們有的 在報告裡面 Good其實也有很多選擇 Good 不一定是Outstanding 是的 其實有的 我知道中小學也有的 Outstanding 如果真的要 但是大家真的要試一下報 如果不行 像我自己的情況 我們本身報 我們也是報最近的那間學校 其實就是Good 那間學校 但是他也收生 當時我明明上網查看 當時應該是95%左右 打算他試一下他有沒有位 他也說 我們敷了 可能他E4那年敷了 但是很有趣 他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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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寫一個原因 為什麼你這麼想進入這間學校 就是整版自己的科子給我作文 我們 就是有得上訴 你不是馬上判你 沒有啦 很有趣 那我就寫了 就是把我的需要告訴他 我就是抽著一路一亂 根本我都去不了 那麼遠的地方抽女兒上學 我又不懂駕駛 然後有個 實際上 最近是他的學校 經常看到隔壁的人玩 聽到聲音 他很想自己是其中一份子 就是小朋友最直接 他認識的東西 看來看來周圍就是附近 我就是這樣 其實都是很直接的原因 然後可能Council 他同情明白我們的情況 那就是 你不懂駕駛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是啊 我也想說 你不懂駕駛是一個主要的 而且 另外呢 他派學校的原則 都是很想那些學生 是盡量接近他的學校 可以自己上學 或者是步行在上學 這個是很重要 是 所以你有一個很強的Ground 這個分享 其他人來到的時候 是一個插班 特別是小朋友 過來讀書 家長在移民上 是多重考慮 這個確實是 Pinky這個分享 就是 有些上訴 Council可以幫助 其實 good的學校也有很多 附近 就近自己居住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好的安排 這是一個很好的 分享和參考 可以上訴 這件事 是啊 我想他除非爆到 真的加不到位 因為我女兒 我幾個班 應該走25人 其實加上他下去 他已經是第28個 我想他們都習慣了 我看數字應該都是習慣了 有需要就加 我想他去到這地步 那個需要性是有多大 是啊 那現在的女兒 回學了多久 現在的女兒 之前的網上學習 現在回學了 是 現在我們 其實今年年初 開始就上網科 開始 之後就回實體 四月就開課 開課 開不開心 有沒有一些適應的問題 很開心 很開心 我覺得他好像不用適應 基本上 不過是 我記得我的小兒子 都是好像你的女兒 那樣的年紀 去到英國上學 我好像跟奇哥都說過 第一天我們有帶她 第二天走到門口 她見到她昨天認識的朋友 她馬上跟朋友打蕭呼 根本就忘了跟我們 去學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女兒 我還很擔心 她 有些功課的東西 不懂 她反而這樣 她回學之前 她擔心一點 我就說 你不要緊 你不會拿回來 媽媽陪你做 她的功課 怎麼知道她第一天 課學 就跑過去 媽媽 老師說 不准帶回家 那些功課 她很開心 跟我說 然後再跟我分享 原來學校 每天是有兩個 玩樂時間的時間 他們是要做功課 才可以去玩 不然就繼續留下做功課 那她在吃午餐 全部都是她喜歡吃的東西 即是薄餅 火鍋 薯片 薯片 好像開啤酒 那樣的東西 我聽到 哈哈 嗯 我女兒也是 不知為什麼 學校的多士覺得特別好吃 放學有多士吃 就更開心 她就準備一大餐 晚餐給她 她喜歡留學校 即是未必 即是 即是總之有些 即是 After School Club 甚至有些 無緣無故 你留下 吃飯多士 她都很開心 就這樣 也是 我女兒就問我 媽媽可不可以 星期一到星期六 是上學 她敢跟我講 即是早前放假 放過長假 就很慘 什麼時候上學 即是完全跟香港 跟香港家長 即是完全是一個 不同的體驗 是啊 是啊 這個都聽得好很多 在學校生活就是這樣 那厚城在其他方面 究竟有些什麼 吸引你的地方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介紹一下你 這大半年 在厚城的所見所聞 看看 給予我們多個選擇 我覺得 我覺得 厚城 其實 現在我住的地方 其實剛剛是 整個中間深的位置 所以都很方便 即你可以想像 我現在有點像 住在太子區 是的 即是 我再明顯地說 有些像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那個別墅一居 為什麼我要這麼具體 解釋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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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會想說 我現在住正中間深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英國去哪個城市 哪個城市 越來越是中間深 人們都會吵 治安不好 相對 老實說 應該是 看法律程度 是不英俊的 但 你如果住正正 適合那條街 其實是沒有事的 即是 即是 不是想到 即是 那麼差 我們出入 真的很方便 即是 我們是 我走出去 巴士站 就是 我是有九條巴士線 就是 去到 市中心 我是十幾分鐘車程 即是 三個字內 很方便 我去敲哪個位置 都很方便 我覺得 我現在 住這個位置 即是 我們香港人剛剛來 尤其我這些人 又不懂得開車 其實住正這些位置很好 即是 我看到我打後幾家人來 大家都很快適應 我要去買東西 我可能走六七分鐘 已經有幾間超市 中超都有 要喝茶的地方都有 所以 我爸爸都很難適應 後成有中國茶飲都是考慮的 我們一頭沒有了 我們要到拜登才有 都很好 你那裏有中國茶飲 是的 雖然小小的 但好像 各樣東西都會有 即是我們沒有唐人街 但是我們都很 即是我們會有 是的 有好幾間 中超 有些小間一些的 是的 賣這些中式貨品的 所以老人家其實都 相對不難適應的 當然你說可能未必有 萬成那些說 那麼多壞人 但是呢 我們因為正正的圈子少 我又覺得那些人比較純樸 很多住得久的人 大家的感覺都是這樣 你的群體小孩 回到教會 已經認識了很多人 再去喝茶 可能很多壞人已經認識了 另一些其實是留學生 因為我們有一個考學校的 可能那些在讀書 但是那些老人家就不會接觸到 大人少少 其實 我都聽老人家說 其實你未必要認識很多人 找到一個對話 那可能就已經可以覺得 已經留下了 我爸爸就是這樣 遇到一個知音人 那他很開心 就覺得可以留下了 嗯 那除了之外 敲有沒有一些其他 比如一些特色一點的地方 比如一般來說 有的 其實我們一在火車站一出 附近那一帶的範圍 其實有很多很歷史性的建築物 比如有一個叫Victoria Square 那裏有我們的烤的City Hall 那些很多都過了一百年 有那裏過一堆的建築物 所以如果大家上網看到一些照片 其實是很漂亮 烤氣又充滿歷史的地方 很古典 是的很古典 但是我當然也會有少量的一些 新式一些的建築物 尤其我都跟朋友住得久的那些 他們說特別是近這幾年 這三四年是變化很大 即是City Hall 很多東西越來越漂亮 所以我也看到 雖然是敲中間的一些位置 可能會大家 我剛才說Crime Range不是很好 但是周邊其實很多發展商 在圍住在建樓 即是很多很漂亮 那些反而說真的 可能有時候還會貴過 我們在中間深的那些位置 但是就吸引了很多人來住 因為本身這裏樓價說真的 就不高的 甚至我看過一些計畫 是整個英國最便宜的地方 烤是這些樓價 另外好奇的問一下 來烤沒有多遠呢 有個漁港的地方 好像香港的香港仔 不如敲在唐人的食物方面 海鮮和供應方面 會不會好些 會的 我這邊駕車的朋友 他們會落不來 不在禁止的時間 其實他們以前都落不來 駕車去那邊買魚 我聽聞他們說 那個市場比倫敦更大 Grimsby 很出名的漁港 所以我們這裏很有趣 有剛才你這樣說 Grimsby 另外正如之前你剛才說 因為我們是碼頭 有航班可以去到歐洲一些國家 其實真的很好住的 很多配套都很好 我們有兩間醫院 又很新的 其中有一間新的 有兩間很大的醫院 其實住都是我們 好像接近30萬人 人不多 但已經有兩間醫院 還有一間醫院 設備 我覺得配套很好 這裏 是 這樣 這裏 這裏 是 是 是 有 有